云中墓率领的一群部下对这一群从房间里跳出来的家伙很诧异的时候,这伙人同样对这群广场上突然变身,街道里突然窜出的人很意外,所有人的目光都追向了自己的老大。 于是云中墓的部下们首先看到了云中墓的去世,不少人也已经飞快认出,操,蓝翼!而蓝翼这边看到这个急行冲向自己的盗贼,也吼了出来,是云中墓。 双方迅速进行短兵相接的阶段,又一次遭到银月暗算的云中墓和他的部下沙寒声震天,是要将眼前这些家伙悉数搅碎,让他们偷击不成十八米。 而蓝翼这边听到银月的呐喊后,瞬间也爆发出了蓬勃的战役,眼都有些发红,指挥着同伴也朝云中墓他们猛烈反扑。 战斗接触的第一下,中兴广场就爆发出了无数的白光,云中墓他们团战经验丰富,蓝翼这伙出身月夜城的可也不差,在接火后迅速集中可集中的力量,尽量多的秒杀敌人。 这是月夜城玩家都深暗的一种团战之道,合力出手的人数配合的一致性,目标的选择等等等等,最终反映出的就是同一时间秒杀掉对手的人数。 可以说这是一场效率的对抗,是原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极有内涵的技战术。 而且这种主攻的战法对牧师的要求更是极高,非得技术精湛,战术素养高的牧师才可以增援己方。 水平粗糙的,在这等打法中几乎就是摆设,只觉得遭到攻击的几方成员都是顺时化为白光,根本找不到自己可以支援的对象。 这样优良的牧师可不是多见的,双方阵中就有很多不知所措,完全不知如何出手的牧师。 牧师插不上手,消耗自然是更快,两回合下来双方人数都是抱减。 蓝义是法师,自然不会冲向战斗前线,云中木虽朝他扑来,他当然没傻到会迎上去进行什么领军大将之间的单挑。 云中木倒也没忘此行的主要目的,一边打,一边高声呐喊,盯好音乐,有机会立刻攻击。 云中木没有下达抢攻银月的指令,因为他早看到银月施加了王之号令的技能。 在这样效率比拼的团战中,这样的敌人应该是回避的对象,绝不应主动抢攻。 虽然这趟是冲着银月来的,但此时抢攻银月极有可能成为导致全军覆没的败招。 云中木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 但他这话喊过后,他们的对手明显一愣,蓝意更是疯了一样,从后排法师阵中几出大叫,别他妈打了,我们也是来杀银月的。 什么? 云中木听了先是一争,但银月这帮家伙素来阴险,搞不清这是不是又是什么花样。 但蓝意处事也迅速知己,大声喝止同伴,都停止攻击。 他们一行人飞快退下战线,停止了攻击。 云中木再不疑心有诈,连忙也喝止了几方出手,场中历史只剩下零星的打斗双方都还不解呢。 云中木一拍脑门子,靠他妈的,银月呢? 所有人反应过来,再在广场内寻找哪里还有银月那一行人的身影啊? 妈的,没一个人看到吗? 云中木和蓝意几乎是异口同声发出的这声咆哮,所有人面面相去。 快他妈找找,两人又是一起吼,两次异口同声,让两人心下都觉得别扭,很不爽地望向对方,结果自然又成了一次对视。 找不到呀,不知道去哪儿了? 追去周围各条街道看的人回来报告。 妈的,被这交给阴了,蓝意长叹,云中木也不傻,一时间也立刻明白当中的关键所在。 云中木他们一行固然会把蓝意当作银月的帮手,但蓝意看到云中木时,却不会以为云中木是会帮银月的。 坏就坏在当时,银月吼出的一声,兄弟们,杀呀! 这声喊得真是无比阴险,只一个兄弟们,云中木他们自然毫无犹豫地以为他是在招呼蓝意他们,而蓝意他们呢,因为银月这没由来的一嗓子,以及云中木他们气势汹汹地扑上,顺时以为银月已经和云中木他们连为一气,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猛烈还击。 而且双方的打法风格,银月这个大尖人更是了然于凶,心知都会是速战速决的效率消耗战。 这等打法必然会选择回避有王之号令的银月战士团队,偏偏双方都当银月是敌手,于是他的身遭自然呈现出了一个真空地带。 而且这种打法需要绝对的专心,再加上没人料到银月会逃走,结果等云中木有所反应时,他已经趁着乱劲儿悄然溜去了。 大爷的搞毛啊,云中木怒视蓝意,杀银月什么时候不行,偏挑老子们动手的时候。 操你娘的,你他妈的跑来白石城干什么?我们盯了这家伙一晚上了,现在不动手,等什么时候?蓝意反唇相击。 这可是前臣的二当家,云中木他们与他的仇恨,也就是稍输给银月和茫茫的茫茫。 此时能有什么好话出来,双方都觉得对方的贸然出现破坏了整个计划,中兴广场上剑拔弩张,又要动手的样子。 老大,快去追银月回来吧,还是有人很冷静的。 追毛啊,跑了的银月,谁追的回来。 两人又是一次的一口同声,喊完之后又互相怒视。 别他妈学老子说话,云中木抢先喝道。 蓝意本来也是准备骂这句的,只是云中木开口找了一个字。 他发现自己再开口,就真诚临摹了,连忙改口,去你妈的。 银月跑了,老子就干了你,云中木已经准备动手了。 我看死的会是你吧,蓝意也没退让。 以挥手,这时双方队中各有人弱弱地问了句,这谁啊? 这话把一触即发的战火给浇灭了。 双方队中有不少人都是后来者,云中木他们这边常提起的仇人就是嚣张的茫茫的茫茫和阴险小人银月。 这第三号人物蓝意直接被归类于前臣整体,而蓝意这边呢,恩怨也是直指整个石会联盟。 真要数个镖兵拿出来单独说一下的话,顾飞可能会成首选,云中木却没这等地位。 反倒是银月在前臣行会状态不佳时,推脱责任,逃之夭夭的行为,让他们大大的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没事儿就拿出来鄙视,被认为是当初前臣倒闭的第一责任人。 此时双方各有人问对方是谁时,让蓝意和云中木各自清醒了一下。 对方是谁?这个问题在两人脑袋各自盘旋了一下后,两人燃起的热血迅速降温。 前臣行会,真如其名一样,已是前臣。 如今的蓝意这伙人身在白石城,和月夜城的云中木他们其实可以说已没什么瓜葛。 反倒是现在都要追杀银月仪式,让双方立场相同。 不是有句话说吗?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两人想到此话,突然一起扭头吐了口痰。 什么破话?老子才不会和这家伙称朋友。 云中木鄙夷的望着蓝意,而蓝意也是一样的心思,正鄙夷的望着他。 来自月夜城的热血又作祟了,这种鄙夷的对视是足够引起一场PK的。 两人正准备再次开口对骂,终于又有手下弱弱的问道。 真的不要去找银月了吗? 蓝意毕竟离开月夜城已久,那股子热血的尽头在白石城磨掉了不少。 听这话后,先冷静下来,狠瞪云中木一眼后说。 老子不和你耍了,先去收拾银月再说。 说完,就带着同伴离开了。 一边走着,一边布置着接下来的安排。 干他,干他呀! 眼看对方要离开,朱仙反而有些急了。 他当年是被全面欺负,不止银月,蓝意也收拾过他多次。 云中木瞪他一眼,干个毛,想干正事儿,狗日的银月真减,害我们白死了这么多人。 说到此,云中木一拍脑门,连忙吼道,快传消息下去。 刚才挂的人不要赶回这里,全部回复活点儿,全部。 银月此时如果想去复活点儿下下,怎么也不可能快过这些死去复活点儿的人吧? 就算不能赶上在复活点儿外扶击他,知道他在哪个复活点儿,到时留人蹲守,总有机会可以收拾吧。 云中木如此想着,又问刚才牺牲的人是否七职业占权了,得到肯定答复后,长出口气。 兄弟们都坚持下,云中木知道通宵了一夜,此时所有人都很累,出声鼓舞着士气。 通知月夜城那边,在他妈的来的人儿,云中木怒道。